要说娱乐圈第一狗仔 除了卓伟我想也没人敢自称了 从2009年拍到冯小刚和凤凰卫视主播沈欣宿舍过夜 再到董捷出轨王大志14年文章出轨摇笛 到去年的爆炸性白白和一阳指示件 装装渐渐都是惊动娱乐圈的大新闻 今年的卓伟也没歇着 2018年开年没多久 李小璐和普洞的夜宿门 曾志伟的姓青门紧接着又爆出老艺术家杜志伯 又兼45岁妇女 让吃瓜群众中应接不暇 直呼有点吃不消 关键是爆了这么多大佬的非料 竟然没有任何是真是牛啊 卓伟昨天突然又公开了某位明星的背影 并没有公开正面照 但是很明显又不知道哪一个男明星要遭殃了 从照片的背影来看 这位明星有点像张艺山和何炬 当然其他人也有很大的可能 不知道这次卓伟又会爆出什么黑料了 你们认为这个背影会是谁呢